热播剧破毒强人的剧组 频频四出宣传之外 也都作客不同的众艺节目 这日他们就拉队作客《私家大战》 还成功赢得4760元的奖金 他们齐齐推举 郭柏妍是这一集的MVP帮手清版 不过Rosita要答的问题 竟然和唱歌有关 难怪被封为摸音的她 答的时候那么紧张 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 会在家里拿着什么 几万支咪的唱歌吗 水珍 下回请饭 今天的MVP一定是郭柏妍 是因为郭柏妍 我们才可以清到饭 所以今天他们自己拿五万元出来 是否会不会 这个四千多元再加你的 要再加吗 请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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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日陈豪都应激一功 因为他踏中一条问题 令他们那对成功抢走对家的分数 扭转整个局面 一说到陈豪 你会想起什么 我答不出什么 你队长, 你代表 同浸查一下 好 神经病 好 你的同浸查一下 这个非常… 看他们答不出 应该是这个 因为我真的查过 是这个答案 已经心中有数 其实应该是 总常有这个 list 我知道 因为我查过 但如果说回那时 会不会说可以说一些 其实那一刻拍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回忆 曾经把这句说话 去问了一些很资历的监制 好像戚其义 我说这个对白有问题吗 没问题 对 昨天我问了 但是查询是英文 是呀… 不能说英文 最终破毒强人 杀到入终极开口中的环节 守卫门的萧正男 插一条就可以过关 神经百战的他 都说当时真的压力山大 最后越吹就越想不到 是的 就是这样了 通常要放松一点 这个是王翠如的名字 我都说出来了 狗狗狗狗王翠如 算了… 这个有多个白鸡 原来是争斗 不要出来…